貪污判決查詢網站的坑主這樣 對 就是今天一個代表案子也好 那什麼是貪污判決網站呢 好 故事是這樣開始的 就是有一天我去司法院網站查詢 然後那時候我想要查詢貪污 對 然後接著呢 就發現啊怎麼那麼長怎麼長 然後一大堆文字這樣 你知道那時候第一 因為我本身不是法律人 那我第一次看到這麼長的文字的時候 然後整個就是有那種崩潰的感覺這樣 對 好 請問大家 然後於是我就想說 如果判決書用一個比較簡單的呈現方式 因為像一般人的話可能 不會想要看這麼長的文字 他可能內容什麼很細緻的東西他不會想看 所以呢 我就想說 像林一世案的話 我可以很簡單的就是列一個小小的表格 然後說林一世統合得利罪 當然還有那個啦 還有那個生產父母罪 大概就是七年四個月 然後其他四個人都無罪這樣 用一個很簡單的表示說 欸這個案子判決結果 那這樣很方便啦 對 然後呢 接著再服彙說 欸就是說 欸林一世有這個新聞嘛 就是等等等等等等等 就是如果說我們這樣子的貪污網站 我們貪污網站如果能夠呈現像剛剛那樣子的東西的話 我是覺得說欸這很方便 可以方便一般人接觸一些對一般人而言 覺得法律很難或者是判決很難的東西 讓一般人可以有效吸收 快速查詢 對 那目前的做法的話 我們目前的做法是這樣 就是說從主文裡面 大家可以抓幾個字眼 然後可以 比如說像這位莊奇緣先生的話 我們就可以很快速的 就從他主文裡面抓到說 欸他犯的是公共工程收取回扣 然後呢他A了 總共A了80萬又800元這樣 然後他最後被判關12年 就用一個很簡單的方法去呈現 去呈現他的那個內容這樣子 對 那大概是這樣的做法 那目前進展後 我們大概抓了幾個變相 對 那這是我們目前的抓 當然這是我自己主管判定的那個 的一個百分比 對 好 那需求的部分 需求的部分大概分兩個部分 一個是資料處理 一個是網站 那資料處理的話就是說 一個就是判決書閱讀 因為有一些比較難的東西 可能還是需要 需要對判決書比較專業的人 來做判斷 對 然後接下來是 因為我們在 我們希望說可以 因為主要我們在看貪污的時候 會希望說他有的正常背景 能夠呈現出來 對 那所以說我們希望 希望有一個外部資料 就是政黨資料可以結合 對 那還有第三個就是 抽取轉換 因為貪污判決書裡面寫的金額 主要都是大型 國字大型 那希望可以轉換成 快速轉換成數字 對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 網站的部分 因為網站部分 我現在只是一個構想 一個概念而已 但是細部的東西都還沒有做規劃 比如說網站介面呈現 還有網站內容 就是說還要怎麼呈現給一般民眾 那個樣子是怎麼樣子 我都還沒有一個概念這樣子 好 這就是我們這個狀案的 OK 歡迎大家來透過 好 下一個 好 下一個 上一次 更快 再說製作 1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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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長寞 9個